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這個審慶經 要跟大巨蛋一樣的結果 你要學趙騰雄一項認罪 趙騰雄認罪啦 有啦有 我有給啦 我有給啦 對不對 我認罪我認罪 我這麼老了 我也不要關在裡面 他有認罪 告訴你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不是叫你在牢裡面苦 就是你要把苦吞到肚子裡面 你後面才會有飛黃騰達 這一顆跟溫神一樣的蛋 才會變成金雞蛋 知道嗎 那麼但是這一次受傷的很重 如果講完市長不硬起來 你會被吃得死死的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我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這個 你跟大巨蛋的協商 如果市府市長是柯文哲 你認為他敢不敢這樣 柯文哲如果他面對柯文哲 他講這種話 柯文哲就敲桌子 去查公安 去查消防 我讓你辦不成 讓你不能營運 看誰倒霉 柯文哲就會這樣 講完講理 這個一切的事情 請就按照司法的程序 我們按照行政程序來走 OK OK OK就吃死 你看他怎麼說的 他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這個講得多難聽 公部門既然不用承擔經營風險 就不要介入廠商營運 講直白一點就是 這是該你批示的概念 這是我的啦 你沒膽子來營運 你就散邊涼快 這麼簡單 你有膽子你來營運啊 你既然交給我BOT就聽我的 不然你告我啊 他就這個意思啊 如果今天這個市長是柯文哲 你認為他敢不敢 不敢 因為柯文哲消消欸嘛 你真的說的柯文哲 沒有在跟你講理的嘛 柯文哲說 你要搞我 我就去搞死你 那就別想用 別想起用 公安的 這個逃生設施 我們再來檢查一遍 我就給你搞公安 給你搞消防 我給你出入口 給你做人事的統計 我讓你不能營運 魚死網破 你不給我弄 我也不讓你賺 你就怕了嘛 我告訴你 毛與盾的工房 那個盾越厚 毛就戳得越難過 那個盾越薄 那個毛就戳得越簡單 那你是否面對 柯文哲這個案子 你這麼軟 你金華城都不敢停工 你跟我大巨蛋鬥 一個招待所 怎麼可能敢停我咧 你敢搞我嗎 我可是跟柯文哲 鬥過八年法的人 最後我贏了啦 我營運了啦 不但可以打球 還可以辦演唱會 怎樣 你講完 你軟你就搞不過他 所以我才講 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個大巨蛋的 這個回話裡面 學到一點事情 就是什麼 你不想擔風險 就不要干涉我 做事本來就有風險 富貴險中求 這是商人 那你市長 市民的利益 你絕對不能不沾鍋 該干涉的 該停工的 該做的 不要怕去做 否則我告訴你 你後面還有好多年 像這樣的廠商 有多少你知道嗎 你以為廠商都是文職冰冰 跟你講道理的嗎 我告訴你 廠商就如柯文哲講的一樣 你軟他就吃定你 你要當肉還是要當刀叉 我告訴你 當市民的守護城 絕對不能軟 我補充一句話 就是說我覺得蔣萬安 作為一個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總統被威人 對 人家是 大家看的是你施政的表現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 硬挺肩膀 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選總統來說 極為重要 如果蔣萬安你在 對於大財團 金華城 或者是這個遠雄 你的態度是如此軟弱的話 大家會覺得 原來你連柯文哲都不如 困擾起碼還會 還會嗆個幾句 對 嗆個幾句 罵你一下 然後讓你乖乖付錢 有沒有到他之後 你蔣萬安是什麼都不敢做 什麼都不敢做的人 要選總統 我覺得 那你怎麼處理兩岸 國民黨 出來講一下 你們要叫蔣萬安硬起來 對於他選總統之路 才會有可能 你看啊 就這樣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好 博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這麼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還有奶粉 超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